你听的是SBS电台广东话节目 立刻登入sbs.com.au forward slash Cantonese 浏览最新的新闻资讯 各位听众朋友早晨 晓晴早晨 欢迎再来早晨 大家早晓 晓晴我们星期二 今天都有专家告诉你 今天的嘉宾是Bonnie关惠君 是注册移民顾问 不过你记不记得我们也有位嘉宾 住在南澳的Norman 建筑师尚毅 很多听众打电话上来 其实他们都问尚毅 比如说墙场又漏水 厕所又漏水 怎么可以知道漏水地方在哪里 有些说露台出现裂痕 跟建筑商周旋 建筑商就说 这个不关我们的事 不是我们建楼的问题 是你们维修方面有问题 其实很多听众买了楼之后 都是投诉 不要说买楼 住房那些住屋那些 我相信有些住客都会有问题 你有没有听过 有什么住客有什么问题 可能都是那些墙有裂缝 或者流水 最多听到的就是这些问题 是的 那些墙上面有mode 原来有一个新的报告 就是澳洲住房和城市研究所 就是Australian Housing and Urban Institute 在9月初就发出一个新的报告 原来找到在澳洲有七成的住房 是存在住建筑质量的问题的 除了质量的问题 比如说好像刚才那样说 出现裂缝或者流水 原来还有这个Energy Inefficient 就是说在能源方面 就是屋里面的能源 比如说很容易就是将一些暖气 传到出去外面的冬天的时候 或者夏天的时候 出面的热气涌入去那间屋那里 其实不如我们跟大家讲一下 究竟这些能源评级方面 有几大的问题 其实这个能源的标准 是由0至10升 是的 这个报告就发现 大约有七成的住房 它的评级只有三升或者以下 是 其实为什么会这么差呢 你知道以前澳洲 我还记得澳洲刚刚来的时候 买车 买车在香港来 价格车都是有冷气的 怎么知道呢 为什么来到澳洲买车呢 它有冷气的时候要标明 我的车有冷气呢 于是我问一些朋友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原来澳洲很多车呢 旧的车是没有冷气的 我想当时天气没那么热了 所以当时我想建屋的时候 在三升或者以下呢 我都可以想象的 不过现在天气变化得这么大 如果那些屋仍然是三升以下呢 其实应该不行的 现在会不会有新的标准 将升级提高了呢 是的 问题就是现在没有一个 统一和有标准的工具 或者政策 来测量标准的情况 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正如你所说现在天气变化那么大 可能大家都会常常开冷气或者暖气 如果它的能源标准比较低 可能大家之后收到电费单 就是震撼账单 无论是冬天还是夏天 是的 没错 其实听上毅讲 大家要找个Energy的评估 究竟房子是凭几粒粒星 新的房子起码有七粒星 Norman还说可能到明年 可能去到八粒星都不出奇 这个就是说住宅了 不如我们听一听 一位府主住在雪梨的萧先生 他就建了一间屋 都有几年我相信 就不是自住的 这间就是出租屋的 那究竟有什么问题呢 一起听他讲一下 我建了一间屋找建筑商 在2017年11月交加之后 发觉车房和露台都漏水 我做了验屋报告之后 搞了半年 建筑商终于在露台重新做过防水 但是车房只加了一个锅 虽然验屋报告说 那个bashing有问题 那在2020年7月的时候 车房再次进入水 然后房子也进入水 因为有验疏公司的介入 验疏公司就找人做了 那个屋顶的验測报告 那建筑商用了9个月呢 再做好一个维修 同时间我发觉露台呢 那三棟墙呢 都有横的裂缝 我做了个验屋报告 建筑商都不承认责任 说是维修的问题 最后上了仲裁 因为要找个专家报告 前后搞了一年半 上星期呢 仲裁判了建筑商败数 虽然这个维修费呢 不是很多 是要3,800元 但是我找个专家 做个专家报告 都用了2,310元 还有起初那个验屋报告 好像是600多元 所以都用了整个3,000元 来搞这件事 这次呢 除了金钱之外呢 还有精力的问题 因为我用了很多时间 上仲裁的时候 我用了最少十几个小时 做个详细报告给仲裁住 还有我前前后 去了很多次这间屋那里去看 因为这间是出租屋 我不是住在那里 我前后去了整个十几二十次 但是总共这么多次 维修有问题 我想去了整个四五十次都有 是的 听一下萧生说 这个问题我相信 就不是唯一一个问题 因为之前 Mascot Towers 又说有裂痕之类 都是挺严重的 那究竟 澳洲的房屋能源效能评级 有什么要求 有什么标准要达到呢 那就请听 位于南澳的 注册建筑师尚艺 Norman的解释 现在澳洲有一个新例 已经开始了叫做欧星 就是2024年 2024年就需要七星 去年二三年都是六星 现在又升了七星 那这个 Energy rating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需要求这个建筑材料 是有一个U value有多少 什么叫做U value呢 就是这个英文叫做 thermal transmission energy这个原能 经过这个材料 进去会不会影响到室内的温度之类 那现在有两个很大的机构 就用来将这个rating 做七度 还是高的七度 那这个问题呢 就是需要一个energy engineer 来certify 就是我们建筑师尚艺 就用这个材料 就要知道它U value有多少 那然后呢 就大概计下这个U value 那个程度有多少 什么叫做什么的七度呢 我解释就解释就是 它那个Megajoule per square meter 那如果你的Megajoule per square meter 越低呢 你那个星度就越高 比个例子 去年呢 有一个6.4星的 那个energy呢 就是83.1个Megajoule per square meter 那这个6星那个呢 就只有95.1个Megajoule per square meter 所以呢 你的Megajoule per square meter 越高呢 你的升级就越低 但是这个问题呢 就是我们设计的时候呢 就要知道材料是什么 那U value是什么 那这个是用什么材料呢 第一格约 和玻璃是什么 双层玻璃啊 或者需不需要铅亭啊 和你的牆的材料是什么 那这些呢 就要建筑师就来决定 当然啦 价钱就会高了啦 第一高了 你的材料就要很多 比如像R value的installation 需要是2啊 还是3啊 那你越高呢 就越贵了 还有你现在需要一个 Energy engineer 你猜出来呢 就是一个certificate 那这个呢 都是价钱啦 所以普通呢 都是大概是1000元左右 邀请Energy engineer 来跟你证明 你这家屋是有多少个星球 那呢 就在建筑上面呢 当然啦 是会加多这个价钱啦 但是问题呢 就是如果你没有这个七星呢 你那个building regulation呢 就不会批准你 所以你会起不了 所以一定要那个材料 一定要跟着有七星 那你那个engineer就 就证明了你是不是七星 或者是七星之上 所以呢 就不要说 随便找材料啦 所以要很清楚 要不然呢 你那个 这个 这个 building development application building rules consent approval application 不会批准你了 那这个呢 就是有个很大的问题啦 那在外国呢 那个升级呢 就会高过澳洲 那现在澳洲 就是七星 有可能 明年呢 就会八星 那所以呢 你建筑的时候呢 那个当然会高了一点啦 但是你不能够避免啦 在升级来说 就是这个 energy assessment呢 在商业和住宅呢 是两个不同的assessment 不同的分析 在住宅呢 就是升级 就是有见到升级 但是呢 在这个商业呢 就叫做J section 所以那个分析是不同的 就是这样的 是一样的 是哪个人 是哪个人 就是我这个 那这就是我 去世音乐 我们的社交运 是吧 不过 是谁 是谁 出来的